也很高兴欢迎大家到台湾来 因为这次来的时候 我一看其实有几位我们比较长时间 有接触见面的老朋友 其他很多都是新的朋友 而是说我们G20里面 不断有新的年轻人过来的加入 这是一个蛮好的现象 因为这个工作的推动 其实要蛮久的 长了一个时间 那早上刚刚前两场 这个我们这个宋总裁 来介绍了很好很好的工具 推动我们G20里面是一个必要的东西 那我们刚才叶远师也给我们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未来 因为智慧城市的推动 其实是要一个长时间的耕耘 来做这个事情 那当然这个成本都是非常的高的 要达到好的效果的时候 那就会变得住 所以我就想说 这一次大家都是新的朋友 那大家可能对台湾在这个领域面上 发展的可能不是那么样了解 所以我想就借由这个机会 跟各位来介绍一下 我们台湾在这个部分的发展的一些情绪 所以我就从几个面向给各位介绍 一开始大概就是台湾目前推动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我们未来正在推动的一个状态 我们跟各位做一些汇报 大概就是我 那我们都了解G20s呢 从过去一直在讲 就是以时间为轴为空 用为度 我们的一种科学 所以什么东西跟我们现在都是有关系的 因为时间就是我们的一个走向 那我们也从过去 像我教了将近40年的 在大学教了将近40年的训练退休 所以我就了解 其实我们从G20s的开始 我们就一步一步步走过来 那我们从过去了解 我们大概有几个趋势面 第一个你看我们G20s呢 从过去是二维性的资料 慢慢慢慢现在大家讨论的 一定是三度空间的资料 三维资料 有了三维资料以后够不够呢 我们还是要有时间为总 所以我们未来一定会发展适低的资料 也要嘲笑时间资料把它买进去 这是一个方向 现在正在走的路线 第二个发展的趋势呢 我们都知道过去一个Dixtop 很基本的就被操作了 可是呢 能够使用的人当然不少 慢慢慢慢的 透过了一些Cline Server的方式 我们有了几个网路板 但是网路板也是一个环境 接下来呢 我们拜由网路环境的方向 开始了就开始有我们讲到的行动版 那现在就走向云端 所以我们不见得在家里面 在机器上面不知道哪里都可以使用 透过云端技术 连统的手机 工作都可以看 第三个发展趋势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过去资料已经谁做的资料谁拥有 我们必须要保有我们的资料 就是很辛苦的工作 可是现在呢 透过我们所谓的 Open Data Open System的关系 其实所有的资料都朝向开放地 都朝向开放使用 那有资料都开放使用的话 其实传统会把我们GIS带上去 否则资料都握在你的手上 别人也不现在分享不到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没办法做好的事情 最后我们再看 资料的产生 但是大家都知道做GIS呢 Data is key 谁有资料谁就是我 但是呢 这个资料是以一个单位来做呢 还是大家一起共同协助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 每一个条件都不跟隐移 所以现在看起来 其实从过去 我们学递真的搞土地资料 学建筑的搞建筑资料 从交通搞交通资料 没有办法做整理 透过Open Data的关系 慢慢慢慢朝着跨领域的合作 所以我们已经从所谓的 专业制度的角度 慢慢我们变成了所协助的地方 尤其现在很多天灾 马上手机一个照相 就把这资料都传出来了 这个在一中会诊 就可以达到我们说 一个防灾减碳的问题 所以GIS的发展趋势 从我们整理的解释来看 其实慢慢慢慢都朝到现在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科技发展 所以我们要追求的一个情形 那台湾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台湾其实最早最早的时候 我们是大概在89年的时候开始 我们在之前当然就有数字制度 89年的时候开始 我们经由国家发展委员会这边 透过国外的一些旅外的学者 谈论和谈到GIS发展 然后我们就开始研究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我们大概就在92年到97年 五年五年一个段落 我们这一个段落 我们把它称作为国土资讯系统的 基础環境建设第一期 然后再来就是国土资讯系统的第二期 这两个是在十年的时间 我们着重的是在我们的基本资料的建设 我们在台湾不是很大 大概三万六千平方公里 我们就期望把全部台湾的资料 汇整建起来 因为有资料你才能够做事情 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着重于到以资料的建设为本体 那这个时候的负责呢 大概都是由我们内政部在做负责 那这个阶段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产生了很多的投资 所以接下去呢 我们就开始由我们现在的 国家发展委员会接手 所以我看起来讲 我们现在最高的督导 GIS发展的单位 是我们行政院下面的国家发展委员 主导国家的领导 在这个阶段里面 我们开始着重于到怎么样利用资料 来做一些服务 来做一些功能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时候就产生叫做 国家地理资讯系统的建设 推动十年的一个进来 那这个事情的话 把过去做好的资料 不够完整的把它补充起来 同时呢 我们开始去把它做一些应用 那这个部位呢 我们有六个部位 就是主导发展我们国家的资料 所以在这个阶段结束以后 我们现在是最后第五个阶段 目前我们这个阶段呢 就从2016年到2020年 就是我们现在发展的阶段 这个阶段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石窟资讯营 落实国土的智慧国土 那其实我刚刚讲 我们前面已经结合了资料 也有一些经验 我们开始觉得这样 很容易要做到好 做到对 其实是一个长久要做的 那一号的云端技术 我们就把所有的资料汇定起来 所以我们就推 推动国土的智慧国土的 引发的进步 所以这个主要的目的呢 是达到什么呢 达到我们大家信多叫做智慧智慧 所以智慧交通 智慧观光 智慧家园 智慧环境 智慧福利 卫生福利跟智慧农业 以及智慧的经济跟能源政策 从这几个企业面下推动 我们希望做到的呢 就是希望有 贝德产养的资料跟资料之间 要把它做传统一些 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政府呢 这个资料就协助政府做一些决策 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把这个资料 提供给民众使用 创造一些产业的加价值 因为有的资料是没有价值 就是蛮可惜的 也同时呢 我们希望把我们这些东西 让民众感受到 我们有这些资讯可以被使用的 最后呢 我们希望维持更高使用的效率 这是我们现在推动 所谓的智慧国土的 这个落实的智慧国土的一个计划 我们的这个面向 希望发达到这个情况 所以因为有过去的基础跟努力 所以呢 我们就已经开始了 我们有所谓的核心资料 我们有很多的基础出资 这些呢 我们都已经产生了 像我们去年以后 我们也开始自己发射了 我们的台湾的这个卫星影像 取得一些资料 同时我们也开始推动一些 成果展啊 办理一些合作的信号 慢慢慢慢产生一个具体的关系 那我底下就有几张图片 给大家介绍 其实我们现在随时上网 就可以使用 无偿使用 借鉴使用 那我们刚刚讲的有很多的资料 我们目前的open data 我们大概有1400项 一共民众open data 那我们各种图资 我们也会产生建立标准 所以我们大概有28项 我们标准的资料 所以拿到资料 你要去使用 因为它有过分的标准 我们知道资料内容是什么 那我们因此有一个这样的资料 那其中我们过去的程序里面 其中的几个是我们当作核心资料 所谓的核心就是大家就是常常会使用的 这核心叫更你是需要的话 你可以去使用的 就包含了我们的基本的地形图 包含了我们的电子地图 包含了我们的门牌 所有的门牌号码 我们的上网都了解 包含我们的数值的DTM资料 包含我们的地底资料 以及影像质 这些资料当作我们的核心以后 我们就提供各个误会 有效去使用我们这个资料来达文 所以我们上网里面 其实大概上网可以看到 像这是我们播出资讯的网 可以看到 你可以点电子地图 你可以点微信以下 你可以得到很好的像 那我们每一个地图上面都有 像现在我们台湾已经把 每一个月的买卖 房价买卖的资讯 我们把它提供出来 我们把它作为 不动产的实价交易网 也就是说 这个房子价值多少钱 不是仲介奖 实际上成交了多少钱 这个资讯要铺牌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价钱是什么样的形态 这个也就是门牌号码 我们在业励里讲门牌号码 我们每一个门牌号码的点 全部都建议 也可以随时去使用 也可以申请使用卡 都是这样 都是可以达到我们的心理科 这些情绪 那我们也蛮注重历史的资料 所以我们很多的资料 也开始建立百年的历史地图 所以你可以建立 因为我们想说市地的发展 过去什么图 现在是什么图 把它调出来 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情况 前一阵子很多的地震 我们台湾有几个地震 一地震完之后 大家开始紧张 我们台湾是个小小的地方 一地震的话 可能影响房价怎么样 那他就考虑说 土地的这个够不够稳 土壤有没有异化 这很重要 所以那时候 还好我们过去就已经在长期 做这方面的耕耘 所以没有多久呢 我们就提出了 每一个县市 每一个地方 它的土壤硬化的情况 那大家开始上方看 我们家是不是都在这个 红色地带 你都在红色地带 那你怎么办 去补抢你的地下的土壤 或者做什么样的情况 那一开始 以前不敢公开 为什么 怕影响房价 万一的房子在这里的时候 这个房价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可是基于安全的理由 所以最后还是决定 把这个资料提出 让我们来公开 那我们刚刚讲的房价 其实每一个房价 每一个区域房价不怕钱 透过这个资讯通常都可以公开 这个资料也提供民众 也可以无产的民众去了解 所以很多单位就开始 都可以下载 上网去查询 所以很多民间公司才用自己拿这种资料 才去加值 所以你看出它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价钱 它是做出很多很多的花样 因为创意 创新 其实就是有资料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就开放这种资料 蛮多蛮好的 的应用面 这个情形 那我们也提供了 这是过去我们曾经在做的一些面向 这个有基础资料 就可以提供政府 地方政府 它去做有效的运用 那也可以跟中央去做一些施政的规划 所以这样的资讯呢 大概为目前每一个地方发展的 其实都了解 有资料 真的才是有能够发挥GIS的一个 使用的一些状况 那都可以来到我们的需求 所以这是我们过去看到的台湾 但是目前大概所有的图资呢 基本上 它都完成了各式各样的 这些都有良好的基础 那我们现在刚刚讲的GPS 配合我们的门牌号码 其实我们现在在外面等公车的时候 我们有必要去看那个公车的那个标示 其实手机上就告诉你 你要坐哪一班车子 什么时候会到 它现在到站在哪一站 其实现在手机都及时通讯 就可以告诉你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台湾在发展上面的程度 大概都还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我们也做了一些地图的分析比较 所以要两边的地图形资料 那我们也做了一些动感地图 可怕的应用 那就是核酸的分析 甚至这些大概我想这个部分很多 每一个地方都有清智 也做用它来做一些桥梁的规划设计 每个地方都会看到 那么现在很流行的UAV拍摄 及时影像资料提供服务 这也是我所看到的 所以台湾有好大大多讲智慧城市 其实台湾也在推智慧城市 而且做得也还不错 像台北市智慧城市 台东市智慧城市高雄它都有 每一个城市它都有一个网络 因为最主要就是资料是存在 有些资料就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 然后可以实践这个部分 这是我们现在的发展面向 大概都朝着几个面向来做处理 就是我们也提供ETM资料 上网去计算你的图方 这也可以上网去了解你的发展的情形 所以整个发展面向其实我们都了解 一个GIS的推动就等于一个小的 刚刚讲的CIM的形态 就是政府要能够提供流通的资料 公开资料还能够做大数的分析 产业界就一定要投入 我们去多做一些活络的经济 只要多加持应用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也要更多人才 那我们民众就一定要适时地表达出 我们民众对资料的需求 这样才有回馈 然后协作地图 这样才能够找 如果这样子几个核心 民众把它包合起来 其实我们要达到一个所谓的素质地球 或者智慧城市 智慧国家 这就是一个可以达到的地方 这也是家庭很容易 但是事实上要一步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一个情形 我们学会每一年都办一个金土奖 那我们这个金土奖办的意义就是 一方面是鼓励我们的产业界投入 一方面也促行政府单位能够加入这样的工作 所以我们每一年颁奖的时候 昨天颁奖的奖 我们这么多的竞争 这样就可以开创很多的构想 很多的想法 我们每一年评选出来得奖的 就会有两个单位 一个单位就是政府单位 一个是民间公司单位 产业界 我们共同牺手合作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会办 那每一年的竞争 不像在大陆那么多 我们每一年 我们得奖率大概维持在47% 为什么呢 因为太严格了 就好像没有鼓励的作用 太宽松了 你就觉得通通有奖 对 他也失去的意思 就都拿捏了那个准的 大概47% 让得奖的 还有他的感受 不是随便的 不是容易 那当然这个还要来报报 看 而且每一个都是有网站公布看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鼓励勉励 大家互相协助的意思 那我们刚刚讲说 我们现在就算发展的 我们把它成为2020年 从要推动的 把它成为NGS 那我们这一阵子 我们国家范围会希望 现在是2018 20年还有两三年之间 那随着时代的进步 我们就希望 把我们所谓的国家步骤进行 做一个upgrade 因为我们每个计划 五年五年定住 所以我们就希望在这里 把它做一个upgrade 我们希望配合着 现在的发展面向 我们开始朝向三维化 的资料去除 那当然大家都在做三维化 可是有没有是从国家立场来说 我现在开始要推动三维化 像新加坡它公布它2020年 要成为三维地址的发展国家 纽西兰是提供2021年 发展成三维的国家 是政府公布化的 那我们台湾也在这个时候呢 提出了我们的想法政策的做法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GIS法 也就是我们好要更好 我们就希望 我们有一个过国家的过程 过去是二维的国家步骤进行 现在我们希望慢慢看看 需求如何 能够增值我们的地图 这个地图能够达到 更多的网友服务 那我们把所有的资料 各个政府的单位 所有的资料 我们都把它认为是一种资产 这个资产就不能以自己爆炎 就我们作为一个总管 做个投资的产品 然后可以由申请使用 这是我们希望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申请站 我们去申请你所需要的投资 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运用服务 正面向的包含了我们有这个科技部的研究 我们学校的研究 还有政府单位的专制计划研究 我们都服务的 去多做一些人才的评誉跟技术的发展 那我们也非常鼓励这个民众 这个产业界在这边去做一些家庭 那刚才讲的GIS图资 还是不断的补充建制 这是我们的upgrade 那前一阵子我们学会也替国家发展 主任会做了三维GIS 既然要推动三维 就有三维GIS发展的一个策略 那我们提出有一些图资的建制 标准 还有流通的方法 还有我们的系统环境 还有包含我们希望有一个产域来做测试 以及一些辅导产业投入 以及教育训练等等 那几个面向是我们提报 我们这个国家发展委员会推动 所以有那几个面向里面 经过了国家发展委员会通过 就能落入成一个政策的执行面 包含刚刚讲的三维GIS 我们准备就是从2D资料升到3D资料 然后我们也希望国家的高速资金中心 支援高阶的组织设备 因为需要很多的大空间来处理它 我们会订定这个标准 就刚刚讲的 其中我们觉得有几项工作要特别需要去注意的 就是管线 因为管线影响民生安全 一个气泡 所以三维也是我们极力发展 刚才我们所谈到的所谓的病资料 所以也都是我们发展面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推动起来呢 我们就提出了几个作业方案 让政府单位后面 就请我们行政单位去慢慢慢慢去执行这个面向 这包含它的底图怎么做 那我们底图 因为三维资料 讲这个三维资料 其他面向太深太广 很难定位 那既然当成国家的一个底图 所以我们可能就依照CDGML的可视化标准 我们做先国家提供 就是给你基本可以看到的 叫LOD2 就是这种图像 那如果你要再加持 像刚才叶昀认识讲说 加持到屋子那一步的 那我们可以做到 继续以这个为期 往下推动 所以这里是我们所看到的 慢慢慢慢一些我们的作业形态 所以我们刚才说图很重要 资料很重要 所以我们想说资料 分三个阶段来达它 第一个阶段 先利用我们已经过去拥有的二维资料 加上DTM BEM的资料 我们加入了四个阶段 提供国家的三维资料 这是第一阶段 这个阶段的资料 我们预定明年底 全台湾地区就完成 两年之间全台湾就把它完成 成功了 那有了这个资料以后 其实以这个为期底了 未来我们还是要以 高度共通性跟涉及公共安全的资料 为我们的主题 那这里面呢 我们就包含刚刚讲的 3D的建筑物 包含了我们的地下管线 我们希望把BEM的资料 也慢慢慢慢的涌入到我们GIS里头来 那这个 那这个的量子 就比这个量子要大很多 所以我们要重远重远重远来建筑 那也这两个在路都有的话 其实 其实我们GIS并不是只有看而已 还是很重要是需要去应用分析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了这些资料 可以做一些国土规划 防灾防救灾的这些 这些运用就自然就会形成 所以这个资料在处理的过程中 相对的我们就可以想到这个 这是我们未来来推动发展的目标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这样一例子 我们可以做到全台湾地区 做到LD2的成绩资料 大概在明年度 叫做我们发生 2019 台湾叫做108年 就全部都把台湾完成 各种现实 管线 地下管线很重要 台湾在高雄成绩发过 管线爆炸一条街 整个都是准事的 那我们现在也积极 在办理管线的工作 全台湾地区 我们大概都市计划区 完成了13个县市 二维的这样 那我们当然现在还有几个县市 在陆陆续续再建制 我们也预定在明年 要把台湾地区的地下管线 地下的公共管线 把他建起来 那建起来以后 就开始慢慢朝向3D的发展 现在好多县市已经开始 大概有六县市已经开始 着手在实作 从二维资料加上管线的 满的深度资料 我们把它变成三维的 台北桃园 这个新北台中台南 还有高雄 我用不同的工具 不同的平台 去展现他们 那当然这个部分 还没有全面完成 可是已经都已经在尝试 处理这样的资料 所以我这个资料里面 我可以去分析 你的管线行吗 因为台湾人口密集 所以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东西 是我们所看到的 当然AI的技术也慢慢慢慢融入了 所以大家了解 现在透到AI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出百间的问题 它在什么地方 这是我们推动 那我们这几年也在推动三维的地级 三维的地级 刚才越南越讲说 房子内部 我们做到房产的管理 你买的房子 这一栋房子 哪里面 过去平面的只能告诉你一个点 这个点有好多号 我们每一个房子就有一个键号 有一个键号就等于一个PIN 所以你这个键号是属于哪一个门牌 你这里面的格局大小是如何 我们也可以做到每一个键号 所以每一个编号 就对应到你的一个资料 那当然这个就要花很多的时间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你看 一个房子有的时候 那你的所有的财产 买卖房子的财产 你故意想说 我做买的东西 我旁边 为什么四楼三楼比较便宜 为什么高楼 视野不同 视域不同 你可以看出不同的情形 我们也可以发到 你买了房子 我就给你一张房屋的所有权资料 这所有权资料告诉你 你在这一个住宅 这个社区 你在社区的哪一户 你里面的建物 什么核权 我们可以做到这样的情况 那这部分呢 目前在台湾的台北市 高层市 我们都在厂制着 还在建立这么一个 一个规范 来给我们做作业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 台湾的一个发展 就是在立在三维建筑物 那这个我刚刚讲 这部分 会着重于在土地财产的管理的部分 那如果把它运用到其他公共安全 建筑物管理 那当然有更多的其他的运用面向 所以我们了解 要做到一个电子化政府的时候 其实要一段时间慢慢慢慢 那台湾在这个部分呢 还好过去规划的 都还算整体 所以我们每五年五年 都能够监察一下 我们的后续走动的计划 慢慢慢慢变 慢慢变 所以当然未来已经走向 所谓的数位政府的一个作业形态 所以以上呢 大家还跟各位报告 我们目前台湾正在发展加强的协设计 我们总盘方刚刚有点了解 谢谢各位 都是我们的指导 我们很谢谢江理事长 对于台湾这边这几年 我在从包含国发